本次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 首先是月光书房 为大家介绍接下来一周的活动和影讯 以及新进出版的图书 然后我们会进入下一个栏目 紫叶书社 今天的紫叶书社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当代作家李亚尔的短篇小说 故乡 能进中秋了 今天我注意了一下月光 正好是满满的半月 胖嘟嘟的半个月亮 再过一星期 不半个星期就到中秋节了 中秋从来是团圆的节日 中秋这种传统节日 总是会让人想起一些 类似于故乡之类的概念 不好意思 我在这里的确打了一个小小的埋伏 我是说故乡之类的概念来着 而不是真的思念故乡 为什么呢 原因可以在李亚尔的小说当中寻找 欢迎收听并参与我们之后的讨论 因为之后让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 进入月光书房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新晋出版的图书 与其说是要介绍图书呢 不如说向大家介绍一个人 近期艺林出版社 出版了一系列奥兹的作品 阿摩斯奥兹就是想要向大家推荐的这个人 阿摩斯奥兹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作家 应该说是重要的作家之一 当今西布莱语作家当中 诺贝尔文学讲呼声最高的一位 他呢 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 12岁的时候母亲自杀 直接把他推向了写作道路 他的父亲非常厉害 懂十几国 十几种语言 但是教他只教了西布莱文 所以奥兹只用西布莱文写作 主要作品有一样的海 我的米海尔 爱于黑暗的故事 地下室里的黑豹等等 他擅长破解家庭生活之谜 家庭悲剧和夫妻感情 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当中常见的主题 还多次获奖 包括1998年 以色列建国50周年之际颁发的 以色列国家奖 法国的费米纳奖 欧洲泼妇盛名的歌德文化奖 西语界很有影响力的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等 同时呢 他还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 热情的呼吁阿以和平 在这个伊林出版社出版的 一系列奥兹作品当中呢 我想选其中的一本 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他的这几本书啊 这个厚薄体量都差不多 其实读奥斯的作品 乍看之下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因为他行文很 很直白很亲切 就是是那种很好读 很容易读的书 不像有些作家就写的比较尖色 德国就专出那些写的尖色的作品的人 比如说这个今年 没有无缘上海书展的那一位 汉德克 他的作品读起来就不大容易了 反之我们来看奥兹的作品 就是故事性又很强 他所涉及的这些个家庭生活呀 什么的人际关系呀 这些个内容都是很容易去进入的 那我想选其中的一本来给大家做做详细介绍 我选的呢 是地下室里的黑豹 地下室里的黑豹是一篇记忆小说 西伯来文首版是发表于1995年 这是以奥兹的童年经历为基础 又融入了文学想象 用作家本人的话来说 故事本身来自黑暗 稍作徘徊又归于黑暗 小说的背景设置在1947年 那年的夏天 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最后阶段 这是巴勒斯坦历史上非同寻常的时期 因为几个月之后 也就是1947年的11月29号 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成功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协议 允许第二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 一个阿拉伯国家 一个犹太国家 英国人很快会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离开那片土地 以色列国将会建立 而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从此就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 故事就开始于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夜 1947年的夏天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 但是故事的开篇很有意思 这个小主人公 一开篇就以成年人的口吻交代说 在我的一生中 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是因为作者本人 刚才就说到过 他是一个一直呼吁阿姨和平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他的这些个想法呢 也常常会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 他因为在以色列 因为反对一个以色列的极端主义分子 所以他也被以色列人称为叛徒 他就把这样的人生经历 也写进了他的小说当中 知道了作者的这些意识 回过头去听他自己的那句评价 说故事来自于黑暗 稍作徘徊又归于黑暗 也许就可以品出更多的意味 小说到底在讲什么呢 是讲这个一个小男孩 他呢在当地交到了一个英国驻军朋友 其实那个人只是一个文职官员 但是英国的驻军并不多 所以他们经常也会被分派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之所以小男孩会跟这个英国人交朋友呢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宵禁了 宵禁的时候 小男孩在离家一段距离的地方 那么他当然要快速的偷偷的溜回去 结果呢 他就被一个英国人的柔软的手阻止了 他能够很清晰的体会到 放在他肩上的那个手 并不是很强硬的 而是一只柔软的手放在了他的肩上 一个柔软的声音在跟他说 你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住在哪里啊 然后这个人就把他送回家了 那么送到家以后呢 父亲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仇恨啊 敌对啊什么的 尽管在生活当中 父亲一直是反对英国人在 待在这个地方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别的人来监管 这就是父亲的理由 而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即将建立以色列国的这一片土地上 有很多的地下组织 可是这个地下组织到底在哪里呢 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 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然而就这个小男孩自己 他就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 统共只有三个成员 他愿意当军师 他让另外一个人 一个胖胖的计划 比如说要炸毁英国司令本部 甚至要轰炸英国本土 以此来表示 他们对英国人的仇恨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小男孩却交到了一个英国朋友 而这个事情不久以后 还被他的伙伴发现 于是伙伴当然就会指责他 说他是一个叛徒 而且这个伙伴指出的最重要的 这个指认他为叛徒的理由 也让他无可辩驳 他不停的向伙伴们解释说 我肯定不是叛徒 我只字未提我们的地下组织的事情 这个英国人甚至都不知道 我叫什么名字 我跟这个人 我跟这个英国人见面 是为了刺探英国的情报 比如说我现在就知道 这个英国人几次三番的跟我说起 他马上就要回国了 说明英国人的确就要撤离 我们这里了 这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情报吗 但是他的小伙伴根本就不听 小伙伴说 我完全相信你所说的话 但是你犯了一个更严重的罪行 所以你被指控为叛徒 那就是你爱这个英国人 这才是最严重的罪行 几个小孩子之间所起的冲突 在小说当中成为主要的内容 但是显然这并不是作者希望写这篇小说的主旨所在 透过这一篇以少年为主人公的作品 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一种异样的社会环境 一种浓重的 但却又是不正常的社会氛围 在那里没有一件事情 是自然的 家里随时随地的等待着 宵禁以后会响起的敲门声 小孩被规定躲着不许看到 但是他却已经知道 因为他的妈妈有护士的本领 所以他们家有的时候会接待那些个受伤的地下工作者 走在街上 遇到英国人的时候 成年人会表现出 有的时候会表现出应有的礼貌 但是回到家 父亲却对孩子说 应该怎样的憎恨 英国人才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做出一个怎样的姿态 来表明我们的憎恨才是正确的 等等等等 而作为一个孩子 对这些重大的问题 没有办法获得结论 自己想不明白 又无从发问 他希望自己是勇敢的 但却不知道怎样的勇敢 才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吗 至少我不知道 所以向更多的人推荐 本期节目还有三本 来自上海艺文的新书 要送给大家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发短信来索要 发899加上所书要求 到10621062 要写上你的姓名地址 和邮政编码 这次节目要送出的呢 是来自日本作家 丝山秋子的小说 死胡同里的男人 先介绍一下丝山秋子其人 丝山秋子 1966年 生于东京 早稻田大学毕业 进入企业工作 到福岗 民谷屋 高崎 大工等地 担任营业员 1998年 因为 因病几度停职 99年 入院治疗之后 开始动笔写小说 2001年 正式离职 写下 丝山秋子 天才宣言 他说 因为没有自己想读的作品 所以就自己来写 2003年5月 他的处女作 只是说说而已 就获得了第96回文学界新人奖 并入围第129届 借川后补奖 借川奖的后补 然后呢 同一年 他的戴小鹿之男 获得第30届 川端康城文学奖 2004年 他的海鲜人 获得艺术 艺术选 艺术选奖文部 科学大臣新人奖 05年 发表长篇小说 逃亡大胡闹 入围第133届 植木奖后补 年底 推出短片集 尼特足 06年 四度入围借川奖之后 以在海上等你 终于获得了当年的 借川奖 也就是说 这个人从 开始写小说以来 几乎以一年囊获 一个奖项的速度 在不停地获奖 不停地写作 那么这次要送出的呢 是他的一本叫做 死胡同里的男人的小说 这也是他获得川端康成奖的 这个 这是一个小说 短片小说集 其中这一篇呢 他就是获得过川端康成奖了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看看这本薄薄的书 看看他的那句大话 到底可不可以说 所谓没有要读的作品 所以就自己来写 那么他要读的作品 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奇的朋友 可以直接发短信来 所书一读 来自上海一文的 死胡同里的男人 作者思山秋子 想要获得此书 发短信899 加上所书要求 到10621062 记得要写上你的姓名 地址和邮政编码 音乐之后 让我们的节目继续 接下来我们进入紫叶书社 欢迎继续收听 紫叶书社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李尔的短片小说 故乡 这篇短片小说呢 收录在李尔的短片小说集 《英雅的声音》当中 先介绍一下李尔奇人 李尔 河南几元人 1966年生 就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主要的作品有 长篇小说《花枪》 石榴树上结樱桃 短片小说集 《午后的诗学》等 获得了无数的奖项 而且作品呢 也被译成德语 日语 意大利语 俄语 等多种文字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篇 故乡 怎么说呢 也许你听过这个作品内容之后 会觉得这样的事情不稀奇 也许你觉得 哪里都有可能发生 也有人听过以后呢 会觉得稀奇 从来不知道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总之 在你听我 为你读这个小说内容的同时 我希望大家同时也来听听看 其中有没有什么事情 或者什么片段刺了你的耳朵 让你特别不舒服 听完这个整篇以后呢 不妨一起来说说看 让你印象最深的 最受不了的 是其中的 说到的哪个人 哪件事 哪个细节 接着我们来读小说原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是梦一般 高高过群藏起脸浪 看尽了人心的雨伞 多少功名似承讨 是梦或伤 总是在寂寞夜里望 你是原始却是迷惘 仿佛告诉我生命的梦长 来一首老师 喝一杯老酒明言 别笑我痴 别笑我狂 窗前明月光 已是地上床 曲头花明月 彼此无声 窗前明月光 故乡 公共汽车在一棵榆树前停住了 隔着窗户 严森看到站牌 就定在那棵榆树上面 不用看榆树上的站牌 严森也知道 那个小镇就是五起镇 售票员用脚去关车门的时候 严森犹豫了一下 但他还是没有下车 他对自己说 即便我现在想下车 司机也不会停车了 没过多久 公共汽车就行驶在山间公路上了 车要一直开到猕猴村 那个地方经过新闻媒体的爆炒 现在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圣地 严森的出生地离猴村不远 所以那里也算得上是他的故乡 他出生的那个村子 在许多年前迁到了山下 不过迁不迁和他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的父母在他大学毕业那年就死了 那辆车驶进猕猴村外 一家宾馆的停车场 宾馆建在半坡上 看上去和城里的宾馆没什么两样 服务员也不是本地人 他和别的旅游者一样 在大厅办理了入宿手续 服务员问他要住几天 他忍不住笑了 他真的没想到多年之后 会跑回这山沟住上一夜 他本来应该在吴启镇下车的 坐在车上的时候 他用手机给那里的两个朋友打了电话 在路过吴启镇的时候 如果那两个人在路边等着他 他可能就在那里下车了 领到房间钥匙之后 别的人都拎着相机出去了 只有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宾馆的后面是一堵高墙 显然是为了防止猕猴进来 碰巧有个女服务员进来送开水 他就拿此事问了问 女服务员笑了 说那堵墙是为了防止人捕猎猴子见的 还说如果他从宾馆顶层往下看 就能看到墙头的水泥里还插着许多玻璃碎片 说完这些 女服务员又把他打量一番 问他是不是想和猴交个朋友 是不是需要什么家伙 他当时没听明白 后来他才知道和猴交朋友的意思是捕猎 家伙指的是捕猎工具 晚饭是在宾馆吃的 他特意点了两个号称是猕猴村当地的特色菜 一个是面蒸红薯叶 一个是红烧牛肉丸子 但菜一端上来他就大失所望 面蒸红薯叶做得好坏就不说了 他竟然得蘸着辣酱吃 这里的人是不吃辣椒的 他们的习惯吃法是蘸蒜 红烧牛肉丸子里面竟然有那么多的肉 而他从小就知道 丸子里应该是芡粉和面做成的 里面只有少量的肉心 物以稀为贵嘛 只有少了吃着才香 这两道菜搞得他心情有点恶劣 他早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 他一起来就看到发往县城的公共汽车已经走了 于是他随大六也就是随着那些外地游客进了山 并一本正经的听着导游的解说 这条山脉是太行山的移义 这里的山均营养价值很高 看见那块石头了吧 专家考证 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当地人称它为太阳神 还有那个山洞 最远处那个山洞 那可不是一般的小洞洞 是二郎神 单山碾太阳时 拿扁单戳的 什么呀 那个洞是怎么来的 他记得最清楚 是他的叔叔为了取石盖房 用炸药炸出来的 他叔叔就是那次死去的 哦 想起来了 叔叔的名字就叫炎二郎 不过 这和神话中 单山碾太阳的二郎神 又有什么瓜葛呢 许多人都在照相 有些好学的人还边听边记 听导游小姐这样胡说八道 烟草商人炎森 一开始还觉得有意思 起码有一种幽默的效果 但当导游小姐说这里的民俗 说这里的人死后都不下葬 而是放在一个用石头砌成的 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小屋里 和南方的玄关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时候 炎森听不下去了 他的父母就是埋掉的呀 而且是他亲手埋掉的 炎森离开了人群 有两个山民在山上放羊 远处看去 就像一柳柳云彩绕山间 在那一团团云彩下面的山坡上 他看到了一幢房子 有一缕青烟从那里飘出来 扶摇直上 然后融入云端 他点烟的手停住了 片刻之后 他听到自己的喉咙 突然咕嘟一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冒了出来 或者咽了下去 他真的没有想到 那幢房子还在 那就是他上小学时的教室 他朝他走过去 对他的亲近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有点陌生 而多少让他有点不适应 连着抽上两支烟之后 他的心情才变得平和 他最后一次和那房子发生关联 还是在15年前 小学唯一的一名老师 谭如云老师 不知道从哪里 打听到他考上了大学 给他写了封信 要他珍惜学习机会 假期回家 欢迎他回到猕猴村看看 还说他已经给学校里的孩子 讲了他从小就勤奋 好学天天向上的事迹 孩子们现在都想见到他 他站在操场 读着那封信 鼻子发酸 眼泪流了许多 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 自己的回信是怎么写的 甚至想不起来当初 是否回了信 那个 用树枝和泥巴围成的小院子里 有几个孩子在巨墨堆里玩 颜森自己还没有孩子 他搞不清那些孩子的年龄 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 坐在门槛上 她的面前 坐着五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 颜森以着院门上的一根原木 听了一会儿 发现姑娘在教孩子们 看图说话 姑娘看见了他 但并没有和他打招呼 显然把他当成了一般的游客 以着那根被磨得发亮的原木 他站了很久 他的眼前并没有出现 自己童年时的画面 他只是在那里站着 看着那姑娘和孩子们 看着倾斜的院地 微微的有点激动 同时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 那姑娘见他迟迟没有离去 就从门槛上起来 进了教室旁的一间低矮的二房 就在他准备离去的时候 他看见一位整洁的老妇 出现在二房门前 那个姑娘想掺住他 但被他拦住了 凭着遥远的记忆 也凭着推理 颜森知道 那是他的启蒙老师 谭如云 等你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中文 非常优独播剧场——中文 律优独播剧场——中文 他后来去只算了一下 最后一次见到谭老师 应该是在二十三年前 那时候他还是个 不满十岁的孩子 真的不敢相信 这么多年过去了 谭老师还能认出 他是自己的学生 都长这么高了 这么高了 上学师才这么高 这么高 谭老师比划着 手和地面的距离 一会儿缩短 一会儿拉长 他早就是个成年人了 对老师在他身上 使用的高于低的概念 他难免觉得好笑 但心里还是温暖的 小霞一定没你这么高 双胞胎大都长得一般高 可你们不一样 你是男孩 他是女孩嘛 谭老师的手又开始比划 他这才听出来 老师认错人了 把他看成了某队双胞胎中的一个 他把谭老师参进那家 那间耳房 谭老师很高兴 他的搀扶 在搀扶进屋的过程中 严二郎的哥哥吗 我记得 二郎是炸药蹦死的 二郎的侄子你还记得吧 就是那个严小森 他说 严小森的孩子多有出息啊 他从小就听话 爱读书 闹着要做第一排 让他做最后一排 他就哭 哎 你不知道 教室里只有两排座位 小森孝顺 上了大学 又把他爹他妈接到城里住 小剑啊 你什么时候见到小森的 就由着他说吧 反正 他是不会待很长时间 但那个 待在房间里 为他们准备茶水的姑娘 打断了谭老师 又错了 他不是小剑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严森 姑娘说着 还模仿着爆炸 发出了咚的一声 他是要提醒老人 但他觉得 这样说有点不够好 低声对严森说了一句 请原谅 做得好好的谭老师 突然站了起来 几乎是扑到了严森的身上 小森 你是小森啊 他叫了一声 眼泪就流了出来 他也抱住老师 他闻到 老师身上有一种 带着苦味的 较早 造假的清香 很久以前 他也常从母亲身上 闻到这种气息 背对着那个端茶的姑娘 她的眼泪 也流了下来 有些事儿 是他大几岁之后 才知道的 谭老师 一辈子没有嫁人 据说 谭老师当姑娘的时候 曾经和在这里 打过仗的中年人好上了 那个人后来 要么死了 要么当了官 反正出去 就没有再回来 这山里原来 并没有姓谭的人家 谭老师的口音 也和当地人不一样 可见 他也是从外边来的 在和谭老师 谈话的时候 他的这些记忆 就像干枯的种子 发了牙一样 慢慢拱了出来 谭老师一直在说 这些年 都有哪些人来看过他 小庚来过 小庚现在又出息了 当了副县长 黑袋来过 黑袋现在变白咯 小霞和小剑来过 小霞没有再生双胞胎 二马也来过 这里成了旅游区之后 有时候一星期 能来好几个 他们一回来 就给村里 放场电影 谭老师说 我也可以放一场电影啊 他对谭老师说 谭老师又提起 他小时候喜欢做第一排 大学毕业之后 把父母接到城里 做第一排的事 他确实没有记忆 但父母从来没有去过汉州 他记得 大学毕业那年 他的父母想进城看看他 他当时刚和女朋友吹吊 心情不好 没功夫陪他们 就没让他们来 他当然没想到 那时候父亲的病已经很重了 再后来 他的母亲因为悲伤过度 也死了 如果老师不提这事 他就把这事给忘了 一个精寿的男人 突然出现在了门口 谭老师让他进来坐 他也不理 这时候 那个姑娘从教室里跑了出来 对那个男人陪起笑脸 黑羊 柴 跳过来了 谭老师问他 可叫黑羊的男人 却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 你不认识黑羊吧 他是黑带哥哥 谭老师说着 就跟着黑羊走了出去 黑羊走得很快 转眼间出了柴门 严森忽然想起来 他的一个小学同学 就叫黑羊 他笑起来了 没错 黑羊的弟弟叫黑带 兄弟俩统称羊带 他还想起来 羊带的父亲 叫他们的时候 并不叫羊带 而是在他们的名字后面 加一个傲字 叫他们羊哦 蛋哦 黑羊现在已经离柴门很远了 一条被磨得发亮的小路上 放着一捆柴火 但最早引起严森注意的 并不是那捆柴火 而是两只猴子 待黑羊走近的时候 那两只猴子离开柴火 悠闲地爬上了路边的一个大圆石头 严森走过去 递给黑羊一支烟 问黑羊还认不认得他 谭老师走过来 对黑羊说 黑羊 这是严小森啊 黑羊再次打量了他一番 脸朝着别处说 太不像话了 黑羊不是随便叫的 他该叫文生叔 如果谭老师不说他是黑羊 严森问路要是问到他 他真的可能叫他一声叔叔 黑羊看上去确实见老了 乱糟糟的头发和参差不齐的胡子 已经变得灰白 就像五十开外的人 严森虽然也有许多白发 那油亮的头发是染发相拨的功劳 但他相信即便他不染发 也不可能像黑羊同学这样苍老 他重复了谭老师的话 说自己是严小森 并再次递给黑羊一支烟 黑羊翻着眼 只露出眼白 想了好一会儿 突然朝着他的肩窝 捅过来一拳 但那一拳 没有捅到严森 在接触到严森的那一刹那 黑羊的拳头突然停住 又收了回去 我的妈 黑羊低声地说道 我的妈 你是小森 我还得管你叫哥呢 接着 他就拉住了严森的袖口 说他已经给学校砍了十捆柴火 可学校还没给他一分钱 你说说 他说话 是不是放屁啊 黑羊指着谭老师 征求严森的意见 谭老师还想给黑羊解释 严森就把钱包套了出来 他从中抽出两张百元钞票 递给黑羊 黑羊只接了一张 对着太阳照上面的领袖头和水印 然后装进了裤兜 中午饭 他是在学校吃的 谭老师问他想吃什么 他脱口说 他想吃面蒸红薯叶 那个姑娘给学生做了捞面条 然后又专门为他蒸了一大碗红薯叶 和饭店里没什么两样 总之一点也不可口 严森不由地怀疑起自己是否记错 舌头的记忆是最靠不住的 他又想起黑羊的 卑贱于粗鲁 想起自己当时有过的一阵冲动 是的 当黑羊说谭老师的话是放屁的时候 他真想删他两巴掌 可是过了一会儿 当谭老师又说起黑羊 他除了唏嘘 就再也发不出别的声音了 谭老师说 黑羊实在太可怜 死了老婆 弟弟黑蛋大学毕业之后很少回来 现在黑羊举目无亲 说到这儿 他又补充了一句 说黑蛋现在变白了 谭老师的最后一句话 让严森一时感动不已 谭老师说 他没给别人说过 没把钱交给黑羊 是想替他把钱攒下来 过两年 好歹给他说个媳妇 那天下午 谭老师要陪他去看猴 他谢绝了 他想一个人走走 谭老师告诉他 看猴的那个人叫根宝 也是他的同学 谭老师将他送得很远 他说他还会来看他的 谭老师才停下来 后来 他还是见到了久违的猕猴群 大概有十几只 在西书的树丛里跑来跑去 他蹲下来看着他们 就像在回望自己的童年 没过多久 他听到一阵喧嚣 是人的喧嚣 不用想 他就知道 是又一批游客来了 那群猴子一听见人声 就安静了下来 他们或蹲伏在地 或贴着树枝不再乱动 就像是在青纱帐里 隐蔽的战士 他听见旅游者 在和一个当地人讲价 要他把猴子引出来 他想 那个当地人 大概就是谭老师提到的根板 一声呼哨过后 那群猴子立刻撅着屁股站了起来 整装待发的样子 有一只猴子还扭过脸 看了他一下 好像是在问 他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出去 第二声呼哨响起来的时候 那群猴子一跃而起 又蹦又跳 像树丛的那一面跑去了 这一幕 他只是在传说中听过 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他本来是躺在地上的 现在他站了起来 想穿过树林 到那边瞧瞧 可他刚走进树林 就听见有一个人高声喊叫 说他的照相机被猴子抓跑了 另一个女人一边笑一边说 他的红纱精也被抓跑了 他没有看见那两只猴子 但他听见了猴子 在树丛中穿行时 发出的声音 等他好不容易穿过树林 来到那边的山奥里的时候 游客都已经散去 猴子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一些糖纸 游记斑斑的面包纸 塑料袋 贴着乱石和草皮飞舞着 他看到了一个人 那人正盘腿坐在一个石头上 沾着唾沫数着手中的钞票 钞票并不算多 所以那人一会儿就数了好几遍 他猜那人一定是根板 大概是和猴混在一起的缘故 根板看上去活泼好动 在数钱的过程中 还不停地骚骚这里 抓抓那里 不过他的穿戴倒是很整齐 敞开的夹克衫里面 露出一根黑白相间的领带 在他胡抓 胡乱抓骚的间隙 他看上去还有点气定神闲 就像个相议级人大代表 颜森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他想经过一番解释 根板即便能认出他来 两人又能谈些什么呢 他挑了一块比较平整的石头坐下 这个山奥 他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山奥 都应该留下过他的足迹 但他现在的熟悉感 却和自己的童年无关 这些年 他到过许多旅游区 每个旅游区给人的感觉 都大同小异 他现在的熟悉感 就来自于此 他很快就回来了 回到宾馆 他突然想尽快离开此地 天快黑了 房间里的电话响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是谭老师打来电话 谭老师兴高采烈 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像个少女 让他赶快下来 说他在楼下等他 楼下大厅里 谭老师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看见他 朝他笑了笑 谭老师拉着那女人 对他说 他是潘晓 是你同班同学 潘晓 说 潘晓 你好 他上前 握住了 潘晓的手 同时他却想着 谭老师又搞错了 因为他不记得 同学中 有人叫潘晓的 不过 这不要紧 不是同学更好 要紧的是 这个人长得不错 看上去 像个有身份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到一个小邦经理的时候 叫潘晓的女人 和谭老师一直手拉着手说话 谭老师把谁来看过他一类的话 又叫潘晓重复了一遍 在那些名字当中 还出现了严晓孙 好像他并不在现场似的 严晓一边喝茶 一边偷偷地笑了起来 他还提到一个叫小小的人 说小小真是个乖孩子 那么有出息 听到这里 他才意识到 这个潘晓 其实就是小小 他想起来了 当初他从坛子里抓两只螃蟹 就是塞进了他的领口里 他看了一眼潘晓 他发现潘晓也在看他 潘晓顺便告诉他 下午他来的时候 打电话叫了一个电影放映员 现在电影正放着呢 什么好片子啊 他问 一步重庆谈判 一步挺进大别山 潘晓说 潘晓 让我跟村里人说 电影 是你请来的 潘老师说 我也正想这事呢 严森说 他表示 放映费应该由他来出 还说 他可以给潘老师留下一笔钱 以后想看就看 您看 您的学生多大方 潘晓往潘老师面前 加了一只虾 对潘老师说着 潘老师一高兴 就又把这只虾 加给了严森 菜还没有上齐 主食就端上来了 是绿豆面条 潘老师说 饭 说饭一凉就不好吃了 催他们赶快吃面 潘老师倒比他们吃的还多 吃完之后 幸福地打了个宝格 见潘老师放下了碗筷 他们也不好意思再吃了 于是满桌菜 几乎原封不动流了下来 潘 严森正担心 潘老师批评他们浪费 潘晓叫来服务员 将他们全部装进了塑料袋 他让服务员 把菜放进冰箱 明天早上送给学校的孩子们吃 他们送潘老师回村 一出宾馆 他们就听到了炮火连天中的厮杀喊叫 荧幕扯在离学校不远的两棵树之间 正反两面稀稀拉拉的坐了几十个人 潘老师说 第一部电影放完他要说几句话 他们问他要说什么 他说他得告诉这里的人电影是他们两个请来的 他们连忙制止他 说这都是应该的 不要影响大家看电影 黑暗中 有人给潘老师递过来一把椅子 潘老师就是抓住那人的手 告诉他电影是这两个人请来的 他们就是严小森和潘晓晓 那个男的听了没什么反应 过了片刻突然把自己的烟锅递给了严森 来一口 来一口 那人说 严森接过烟锅在手里放了一会儿 还给了对方 这时 严森白天在学校见过的那个姑娘过来 手里还搬着一把小椅子 他把小椅子放在他们面前 然后蹲到了潘老师身边 没过多久 潘老师睡着了 严森立即感到如释重负 潘晓好像也是 逃离了那个地方 他们来到对面的半坡上 这时 他们突然听到树上有什么东西在叽叽乱叫 严森一时有点紧张 站在原地不动了 潘晓捂着嘴笑了起来 告诉他那是猴子们趴在树上看电眼 潘晓从手里 从包里掏出手电筒 朝树上照了照 严森也没闲着 他捡起一块石头 朝树扔了过去 潘晓也扔了一块石头 因为用劲过猛 他差点倒在地 严森也明手快将他抱住了 他们 就那样抱着 像取暖似的 越抱越紧 严森抬起眼的时候 突然 看到有一团黑影 卧在不远处一块石头上 他想 那一定是两只猴子在看他们 这倒是 他和女人的交往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景 于是 他抱着潘晓转了一圈 让他也可以看到那只猴子 他果然也睁着眼睛 果然也看到了 抬头望月 他突然说了一声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让我听听 抬头望月 那块石头 是抬头望月石 这回他听清了 但他不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坐下来 面对那块石头 和石头上的影子 他们犹豫了一下 然后 重新抱到了一起 你说什么 抬头望月 还是水中捞月 谁水中捞月 他问他 他向他 要了一根烟点上 说他 或者别的同事 每过一段时间 就要来这一次 为的是 给旅游区的树和石头 起个名称 造个典故 刚才 他灵机一动 觉得那块石头 可以叫做 抬头望月石 意思是 有一只聪明的猴子 经常会握到 那块石头上面 抬头望月 久而久之 那只猴子 就变成了一块石头 三峡岸边的 那个神女风 不就是这样 造出来的吗 他说 他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大小也算是个官 以后有事 可以找他 他们朝那块石头 走了过去 到了才发现 上面并没有猴子 而是一块模样 有点怪的石头 潘晓用手电筒 将它来来回回 照了几遍 很失望 因为它并不太像猴子 倒像一个 烧剩下的树根 靠着那块石头 他们又抱了一会儿 颜森用开玩笑的口气 问潘晓 还记不记得 他把螃蟹 塞进他灵口里的石 潘晓说 他一看见它 就想起了那件事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见了 谭老师 从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 谭老师说 电影是 颜森和潘晓给放的 颜森是谁啊 就是 颜大郎的儿子 小孙啊 潘晓是谁呢 潘晓天的闺女 小晓啊 他们没有在那里多待 电影擅长之前 他们从村里走了出来 在墙边的树葱里 突然闪出来一个人影 把他们吓了一跳 颜森认出 他就是白天见过的跟板 他认识潘晓 拦住潘晓 一边叫他小晓 一边指着颜森问小晓 这家伙是不是叫 是不是颜小森 根宝 你黑天半夜了 藏在那里干什么 根宝似乎懒得解释 他拉着他们钻进了树丛 在那里 根宝从树叶当中 刨出来一个照相机 让他们随便给个架 接着又从身上 摸出几块布 在他们面前抖了开 那是几块杀精 在攀晓的手电照射下 他们闪烁着各种颜色 他把那些东西 塞到他们手里 然后蹲到一边 好像是 要给他们留下 思考的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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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 天还亮的时候 入睡不久的颜森 被一阵敲门声弄醒了 他想 那肯定是潘晓 他赶快爬起来 到卫生间梳了梳头 打开门之后 才发现外面站的是黑羊 黑羊背着一个大的出奇的黑包 一进来磕头变败 他说他想进城打工 但不认识路 求他把自己带走 颜森觉得好笑 问他除了砍柴还会什么手艺 黑羊说 只要进了城 别的不用他管 搞得颜森哭笑不得 经过这一番折腾 他现在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只是感到脑人在隐隐作痛 他捂着被子想 怎么才能把黑羊支走 还没等他想出个眉目 黑羊已经枕着那个大包 打起了呼噜 这个时候 颜森还不知道 那个包里装的是一只五花大绑的猴子 临出门的时候 他曾发现那包好像动弹了一下 但他以为那是自己没睡好 出现了患事 车刚刚开出停车场 又迅速停住了 几名公安人员跳了上来 从他和黑羊坐的那排座椅底下 拎出了那个大包 当着他的面 那个包被打开 里面露出来一只五花大绑着的猴子 他和车上的人一起惊叫了起来 但他的惊叫随即引来了公安人员的逼势 那只猴子已经死去了 所以公安人员就把捆猴子的尼龙绳 用到了他的身上 他们没有捆黑羊 因为他已经吓得昏了过去 当天下午 当谭老师和潘晓来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交代那猴子 是他出钱雇人歹的 并在审讯记录上 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他听见公安人员 在向谭老师和潘晓夸他 说他配合得很好 他听见公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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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员 他听见公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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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瞒也听见公安人员 他听见公安人员 在家里我听见公安人员 能不能赢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 899东方都市广播相伴到黎明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叶莎 刚才您听到的是 李尔的短篇小说《故乡》 还记得吗 我在读这个短篇小说之前 曾经要求大家一起来 关注一下这个作品的内容 现在小说读完了 听到了作品的内容之后 你的感觉是怎样 你是觉得 啊 这事我知道 这种事情很多的 哪里哪里都会发生 还是觉得惊诧 觉得非所思 啊 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小说里说了好多事 尽管作者呢 自始至终好像很平淡 他一直有一种淡然旁观的口吻 在讲述 但是 毕竟的确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也罗列了许许多多的细节 就这么听一遍 我不知道 哪一件事 哪一个细节 留给你的印象最深刻 或者说 引起了你最多的反感 先来说说 引起你关注的那个 那些个点点滴滴吧 然后我们来评评 这个作品的文字背后的滋味 这篇叫做 故乡的作品 虽然不大适合 这个这个 过节的时候来读 但是 说到故乡 说到团圆 说到久别重逢 如果只是讲一个 大团圆的故事 那大概大家就睡着了 也偏就是在这种时候 听到这样的作品 尤其是要过节了 有假期了 大家也可能要出门去旅行了 就是在这个 节骨眼上 听到了这样的一篇作品 感觉会不会特别不同 广告之后 我们的讨论正式展开 我们来说说 你听过以后 什么环节 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继续收听并参与 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节目 刚才您听到了 李尔的短篇小说 《故乡》 读这样的一篇小说 想先跟大家一起来说说 通篇当中 你哪一部分 留给你的印象最深刻 确切地说是哪一部分 让你觉得最刺眼 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说说 你可以发短信 899加上内容到10621062 或者在腾讯微博 关注相伴到黎明 然后在那留言 回复 这个跟听众 跟两位嘉宾在聊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看看这些短信和留言 看看大家对这个小说当中 有没有哪些片段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位嘉宾呢 跟收音机旁的大家有一个不同 就是大家这个故事呢 是第一遍听 这一听之下 有印象 那显然说明这事是 太让人无法容忍了 而两位嘉宾呢 毕竟是之前读过小说 所以今天 此刻来问你们这个感觉呢 到底和只听一遍 留下印象有些偏差 可是我别无选择 我只能问问嘉宾先 因为目前好像还没有人来跟我们讲 他听到的觉得最不堪容忍的 到底是哪一部分 我要给大家一点时间 那就先问问苏燕宁吧 这样一篇小说读下来 我觉得读完之后 很不是滋味 因为在这篇小说当中 出现的所有的人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一个可爱的 就是没有一个形象是 你觉得非常可爱的 就一个没有小清新形象 就是整篇小说读下来的感觉 就是灰色的 是那种很荒芜的那种土地 给人带来的一种灰蒙蒙的感觉 所以整个的读下来非常不舒服 我现在回忆起来 我第一次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片段是 他们为要旅游局 就是要文化局好像是 要为每树木石头什么的来 起一个名字造一个典故 这个事情其实 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是你因为要推动旅游发展 就是要拉动经济 那么当地没有什么出产的 怎么办呢 那只有就是靠造一些 就是这种神奇的这个事情 来吸引游客 好像这个是一件比较小的事情 但是这个造成了一种陌生感 就是所有的人对这一片土地 本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就是我是在这里长大的 我知道这一个山洞是怎么来的 甚至是我的叔叔 在在搞一个什么炸弹的时候 把这个山洞把这个山给炸了 然后把这个山洞给弄出来了 但是突然之间 这个山洞就有了一个 非常神奇的一个一个一个来历 我觉得这个一点一滴的一棵树 一块石头 一点一滴的这些东西的改变 这些个原本的这个来历的 或者说是原本的这些个 怎么说就是说 它的根源性的东西的一些 被被大家口传着 就是被千百个人 大家这样来说 来来来来来改变 然后就就变成这一块土地 对谁都不是一块熟悉的 按照现在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熟悉的陌生人 这个就变成熟悉的 陌生的故土 或者说是一块熟悉的陌生地 这个这一个片段是对我 就是我当时就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 就是一个比较漫画形象 就是一个那个根宝 那个根宝 他把那个用用训练猴子来偷游客的东西 然后让他们来挑 他甚至坑到自己的老乡身上 因为这个潘晓晓和这个 这个我本人是他的同学 他竟然也就习惯性的 把他偷来的这个照相机和丝巾 让他们来挑 这个就是可见一斑了 听着苏月宁这么说的时候 我想起一件 想起一件事 就是多年以前 我听到过一个一个说法 我未经证实啊 就这么一说 就是据说当年有人 想要访罗马假日 拍一个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 而且呢 觉得如果咱们也搞一个 像罗马假日 比如说上海假日 这样的影片出来呢 肯定能够推动上海的旅游业 我当时我印象深刻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 不可能造成的 包括像有些人 好像还是蛮蛮认真的 我刚才说的这个像个笑话 对吧 还听到过一件意思呢 是非常认真的 有一个人 据说是企业家 愿意拨巨款 来搞一个古诗赛 就是类似于像中秋节 这样的 他想要搞一个古诗赛 那么他为什么要搞这样的比赛呢 是因为他觉得 我们曾经有那么灿烂的唐诗诵词 那么好 那么美好 那现在不是没人写了吗 他觉得这个很可惜 所以他很乐意 就是文化投资 他愿意出好大一笔钱 然后来全社会啊 大家来来参加这个比赛 他觉得用这样的方法 可能可以帮助大家 把这个我们对古诗的热爱 和对写作这样古体诗的擅长的本领 找回来 你很难说这些想法 包括拍电影 包括搞这个诗歌比赛 你很难说 人动了这个念头是邪恶的 但是我很想不客气的说 动这个念头是愚蠢的 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内当下 甚至在国外 你看像那个大导演拍那个罗马 然后意大利又拍了那个谁 哎呀我一下子名字就在头边的 普运不在啊 他要来就能够帮你了 就美国的那个导演 不是拍了一系列的城市的一些个爱情故事 来作为他们宣传的这个亮点吗 这个不稀奇 其实以前也有那种 就是说比如说巴黎一个城市 找十个导演拍短片也有啊 这种我觉得倒都不是问题 这个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 第一就是投入的目光不同 这篇小说跟那个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回到小说上来谈 前面那个 苏耶宁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叫灰色 我看过小说第一个跳出来 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词是黑色 我觉得这篇小说 就是说觉得这里边的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非常黑 但是后来想想 他还不至于 就是说那么坏 但是呢 他肯定不是好事 所以黑色有点过了 但是灰色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这个故乡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好词 但是里尔的这篇小说 他写出的这个从这个乡村离开的 已经考进大学 然后在一个可以说一个城里面 已经坐上了香烟草商人的这么一个颜森 他回到他的故乡 也是误打误撞回去的 这个他的那个故乡之行 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灰蒙蒙一片 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多少好的印象 偶尔不是没有 有过感动的一刻 当他在那个学校的操场上 他看到那那幢房子还在的时候 我觉得他内心当中 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动的 当他看到那个老师的时候 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动 但是就像那个苏彦宁讲的一样 就是他前面已经把我印象深刻 那个片段讲掉了 就是他那个老同学 是一个看猴人 但是看猴人做的是什么呢 是利用猴子挣游客的钱 而且还挣的不是正当的钱 为什么呢 正当钱都不够用 正当钱就是说游客愿意出钱 愿意出钱让他把猴子招来 他也愿意做 但是数的钱呢 颜色已经看到了 就是没几张就数完了 那么他还得给自己再找点副业 怎么办呢 就是利用这个动物的无知 利用就是游客的好奇心理 和就是放松警惕 就是说做一点小偷小摸 这种小够当 他只是消消脏 这一点上我已经觉得蛮黑了 我觉得已经蛮黑了 因为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责任是保护猴子 回过头来再去看 他的那个所谓的哥哥 就是那个 不是哥哥 就是另外一个黑羊 那事情就是更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他最后做的就是 偷了一个猴子 然后打在包裹里 妄图让颜森带他进城 说的很好听 说我在这儿挣不到钱 也没什么 我想到城里打工 他其实丝毫没有透露 他其实是偷了这里边的猴子 想把他折线 到城里去折线 但是到这一刻 到到被抓住的这一刻 我恍然大悟 其实在小说的开始的地方 黎尔已经埋下了伏笔 就是当颜森住进这个宾馆的时候 那个服务员其实已经暗示了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 就是他跑到那儿 本来是好奇问这堵高墙是干什么的 第一个意外就是他以为是防猴子的 结果是防人的 不是怕猴子骚扰了人 而是怕人无限的去捕猎猴子 第二个是既然你是要防人捕猎猴子 那就是禁止了 结果一个普普通通的服务员 一个女服务员 第一次见到的陌生的一个游客 跑过来入住就会问他 你要补猴子 要我提供工具吧 他只是没有说的 他只是说的没那么明显 但是他不断的在做暗示 就是好像暗示你来这里 是可以有机会 就是做一点非法的勾当 但是是有机会的 这边已经变成 就是看到小说最后那段时候 我回过头去再去想 其实在这里 充满了无数的这种黑网 或者说灰色的网 他不断的给人下陷阱 这些陷阱你说是有意为之吗 好像也不见得是有意为之 他们是没有目标性的 他反正就是只要到这边来的 生人游客 他都设下了一道一道的陷阱 这些陷阱其实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金钱 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地方 要什么没什么 尤其是没钱的这种状态 这个观念已经深入到 生活在这里的大部分人的心中了 这就是一个金钱腐蚀的一个 一个黑网在这已经张开了 包括前面苏惟您讲到的什么 做么做旅游地 旅游是为了什么呢 发展当地经济的 但是这个旅游呢 就是也有点不伦不类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很了解 也就算了 赶巧颜森是一个从这里出去的人 他看到的所有这一切 造假呀 就是就是画一个 就是不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啊 然后让你去看猴子啊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钱 黑羊要离开这里 他偷猴子走 是为了钱 那个根宝 他想办法挣这种 也是为了钱 这些钱已经到了 他们盲目的无视所有的一切 他们眼里只有金钱了 不管你是熟人 是是生人 对他们来说 没有心理负担的 在这块故土上 金钱已经起了几大的腐蚀作用 他已经把真的人心 给给败坏了 把人情味道已经洗淡了 什么 更不要说你吃的那个东西 根本不是原来那个味道 颜森他觉得吃的哪个 都不知道原来享受的味道了 是 那个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 首先要感谢一下雪人 雪人来提醒我们说 苏彦宁刚才讲的那个导演是 吴迪艾伦 嘴巴边的名字 是啊 所以他才写了那个五叶巴黎 对吧 对 他他准备用这种方式来一个一个写程式 但是这个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来讲呢 就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的目的是表达对一个地方的热爱 那是另当别论 而如果你的目的是推销这个地方 那那拍出的电影恐怕就离比五叶巴黎还要差了 五叶巴黎还只是一个至少画面很美的一部影片 你说大意思没有他就是画面没就是 但是如果你目的不纯 就是你目的一旦不好的话 很可能你最后做出的那个东西就不怎么样 那想想看当地那些个树啊石头啊什么的 他会留给大家特别美好印象吗 肯定不会 因为他当初给起名字的时候 目的就是想要骗游客在这里掏点钱 你一旦是基于这种目的要去造典故 造出来的典故 太没有营养了 所以在怎么可能起到任何好的效果呢 还有在短信平台上有位听众 他说到他听到那个黑羊说到说我的妈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动物 他说人物有淡淡的动物感 他说这是讽刺味十足 还真是 有这个有同感的一位朋友在微博上留言是这样说的 他说就是雪人 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对猴子的描写 感觉跟宝黑羊跟他们很像 就是说明这两位朋友呢 是有有同感的 就虽然他们切入角度不一样 就是作品当中啊出现了很多人出现了几件事 而且在这个小说结尾的时候还起风突转了一下 这样的一篇小说去的题目却是故乡 这该怎么理解呢 在广告之后我们的讨论继续进行 我们来破破这个题 当然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如果有更多的对于小说听到的内容 有有深刻印象的 想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强烈情感的 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发短信 或者在微博留言 让更多的人分享 发短信呢请发899加上内容到10621062 在腾讯微博 欢迎关注相伴到黎明 在那也可以留言 我们在广告之后讨论继续 我们接下来呢 要破一破小说的题目 故乡 这样的一个小说 讲了这样的事情 题目叫做故乡 带给你的联想 又是什么呢 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 来发表自己的见解 让我们的讨论继续 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接近尾声 小说的题目叫做故乡 故乡曾经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汇 越是故乡名 故乡带给我们的永远是美好的记忆 关于故乡的话题 也从来都温暖而美妙 但是我们读里尔的小说 我们读到的却是一部灰色小说 而且我觉得书云聊很有意思 他第一反应是黑色 后来他念念不忘这个黑色印象 所以他说是布下了黑网 没错啊 当你在某个地方 蒙上了一层黑色的网的时候 你远远的看看到不就是灰蒙蒙的吗 所以那网啊还真黑 可是这样的一篇小说 取个让人原本有美好怀想的题目 故乡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理解 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 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这问题要问问几位嘉宾 还有呢 是关于刚才说到 你印象深刻的片段 我看到微博平台上 还有一个留言特别好 他说 我觉得这小说挺反映现实的 我是从严僧去见谭老师的时候开始听的 第一个让我感觉真实的镜头 就是谭老师说小僧有出息 把父母接到城里什么的 从前熟悉的人渐行渐远 已经只能够用传说和想象 来了解故人了 我们还是按照从前的印象 来想象他们 可是生活早已改造了所有人 这个所有人说的好有分量 是啊 这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片段 那个 嘴里没有坏人的谭老师 刚才两位嘉宾都说 这小说看下来没有一个可爱的人 那你到了谭老师嘴里 个个都是可爱的人 好好哦 好有出息哦 都好好哦 唉 让人唏嘘不已 那回过头来说 我们的这个破题 问问苏燕宁 你怎么来破这个题 我觉得其实从表面上来看 叫故乡是因为这个主人公回家了 就是说他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 意味深长的地方在于 我们听我们在传统的理解上面 故乡是 是一个你从小长大的地方 它里面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词汇叫 乡土人情 就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它不仅仅是一块土地 它是 它有有土地的成分 它是你长大的地方嘛 然后 然后它还有人有情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的感情特别深厚呢 是因为你对这个地方的人 你对他们的生活习惯 你对这里的山山水水 甚至就是 你对这个地方 一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你对这一块地方的文化 就他们特有的一些个习惯啊 一些个习俗啊 一些个就是民间的一些个 这个这个东西 你特别有感觉 特别亲切 它带给了你就是童年的回忆 童年的美好的回忆 那么到这个小说这里 所有的这些 有人文意义的东西 全部都给剥离了 都变成是虚假的 是可以人造的 然后 本来有的东西都不对了 当这个男主人公 颜森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面对的是一个错乱的世界 就像是这个老师的记忆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是 远不是那么回事 他到这个地方来 我不知道他一开始的动机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想 当当年他的父母 想到城里去看他 没有 然后他 他没有 没有让他们来 他有愧疚 他想回去 去看一看 但是到了那边之后 所有的这一切都安不上 就是你对这个地方 有的情感 你想让这个情感 得到一个释放 我总算回到这个地方了 没有 就是都是那么陌生 都是假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黎尔写这篇小说 他告诉我们 如果就刚刚就是 书一辽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他他概括了一点 就是经济 如果你光是用经济 来涵盖一切的话 给我们带来的 给一个个体 带来的是什么样子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不再有家乡了 我们回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 有区别吗 没有 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那么假和乙 互相和他乡 还有什么值得你去 去追忆的 还有什么值得 还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我觉得这是 就是好的小说就是这样 就是以小见大 一个一个个人 就是一个颜森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不熟悉的人 他的这一段的遭遇 来讲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 书一辽怎么看 这个题目 这个我觉得 这篇小说是蛮好看的 故乡这个词呢 就是说对中国人 我觉得来说呢 好像有时候意味 和一般人来说不一样 中国人总有那种感觉 对故乡好像怀有一种 特殊的情感 甚至于什么 岳氏顾湘明啊 顾土难离 顾土难离啊 甚至还什么夜落归根啊 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看这篇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就想到 那小说读的一首唐诗 叫回乡偶书 这部小说也可以叫回乡偶书 那是贺之章的一个 叫少小离家老大欢 相应无感 冰毛摔 冰毛摧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虫何处来 问题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笑问客虫何处来 就是因为他离开家乡太久了 所以他再回到这个家乡的时候 对这里 或者是本土的人 对他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这篇 尼尔的这篇故乡 恰好反一面 就是颜森在离开这个故乡的时候 至少我在尼尔的行文当中 感觉上 颜森对这个故乡其实原来没有留恋感 丝毫没有留恋感 他是有一种给人一种感觉 想逃离出去一样的那种感觉 终于考上大学的离开 当他的父母说要到城里来看一看的时候 他正好当然也有一个自己个人情感的问题 他没有接父母来 其实他对这篇故土 他对故乡留着的人的感情 相对来说比较淡漠 他来来到这个 就是从回这个 猕猴村其实也是阴擦阳塑的 他只是在前面一站没有下车 那两个该来接他的那个烟草的那个商人没来 他就顺道就下来了 来了以后 他其实对这个整个乡村的 就是原来故土的感觉呢 他也不是什么 那种热泪盈眶啊 我终于回到了我我什么日思夜想啊 这种地方 他只是淡淡的来看一看 然后他就发现里面有很多可笑的成分 他他其实对这个故乡怀有的那种感情 不是热烈的激烈的那种感情 而是淡淡的感觉 甚至于我有点 就是说不是很好的那种想法 就是他甚至于给我那种感觉 好像他他他有那种窃喜的感觉 就是我当时离开没错 你看你看这地方多多傻 亏得我当年走了 就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读出这样一种情绪来 但是当真实的人 他熟知的这些人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还是有点感动的 其实故乡对人来说是有力量的 但是这个力量之下就是 我觉得一二支部小说 我觉得是有当代的那个现实意义的 就在这里 当一个人好不容易调动起来 他对故乡的那种情感的时候 但是面对的这个故乡 就是用现在话来说是一个虚假的 是一个山寨的东西 这个山寨的东西 很难让他持久的保持一种一种一种热烈的情感 而且我们看到的所谓什么 什么对故乡的依恋 对这片土地的依恋 对这里里面的人的依恋 在延伸的心里非常淡 因为人心也跟那个我们印象当中的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大城市里 我没有就是说长久的离开过这片土地 而且但是当然短暂离开也是有的 有那种感觉 回来的时候有那种感觉 一开始是觉得蛮自豪的 你看这个地方又洞迁掉了 拆掉了 但是时间长了 随着岁月的变迁 有那种感觉 其实蛮难受的 就是你小时候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地方都没有了 你常去玩的地方就变了 甚至有这种说法就 现在上海有什么呀 就是高楼大厦 当年出去的时候跟人说 上海有高楼大厦 你是回来自豪的感觉 我来自一个大城市 但是当你回来的时候 你再跟别人去描述这个时候 你心里是那种很难受的感觉 因为高楼大厦哪都有 哪都差不多 到处都是玻璃幕墙 到处都是那种 就是反射阳光的那种绿莺莺的玻璃 这个事情和你的童年记忆没有关系 由于这个地方重新被改建了 你曾经的伙伴们也没有了 都散掉了 可能有些人住的好远好远 有些人再也联系不上 有些人就算联系上 你也觉得完全不是那么种味道 我不知道 就是李尔的这个小说当中人物 因为他毕竟是来自于乡村 我觉得这种感受是一样的 他觉得物是人非还不算 而且这些人给他的感觉 是不是善良的人 反而是那种 就是他们给你的感觉 就是你是可以被利用的 在你身上有 只要有东西能被利用 就能被抓住 唯一看到的就是这个老师 让人觉得蛮唏嘘的 他好像还生活在他那个年代 他好像没有随着岁月的变迁 他印象里还是都是好孩子 人多好 事事状况的 就是在李尔的笔下 我觉得蛮悲哀的 这就是这些年 其实说这些年 时间不长的 十年二十年而已 乡村巨变 我们会感觉上总觉得 好像以前觉得农村来的人 总是朴实的吧 但是现在你看看 你当你当 不要说小说作品当中 我们平时去旅游都会常有这种事情 被人拉着进店 然后买你一些这种假货 就是你完全受不了 然后到时就有种感觉说 所谓的李一之邦去哪了 所谓的淳朴的民风去哪了 总结下来很简单 就说你看都是经济腐蚀的 但是真的在经济大超项 没有东西抗得住吗 反正我觉得李尔这篇小说 不是给答案的 他没有给你个答案 但是他把这个问题 藏在这篇小说当中了 他把一个我们每个人心里 一个美好的一个词拿出来 故乡这个词拿出来 但是你在看这个词的时候 在看这篇小说的时候 故乡这个词完全再也没有 我们自小培养出来那种深厚的那种 让你就是眼眶里有 有那种一点点能出眼泪感觉 那种感 而是我看到最后就有种感觉 如果我是颜森 我厌恶死这个地方了 打死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其实小说里还有一个片段 我印象特别深刻 也特别感慨 就是放电影的时候 当老师跟一个黑暗中 面目模糊的人说 这个电影是他们找来放的 那个人先愣了一愣 然后就把烟袋锅子给递过来了 我觉得这个动作里面 是有一点点 故乡故人 纯术明风的这个味道的 但是呢 颜森已经不能够接受了 就是一个汗烟管子 你吸两口 我吸两口 我跟你不是这样的关系 这让我想起多年以前 苏彦宁你还记得吧 我好像依稀记得 当时我们是一起来读这个小说的 何玉如有篇小说 说到母女关系 何玉如的小说讲的是城乡结合部 女儿到城里工作 母亲还是延续在农村的那种生活方式 结果两个人谈了以后 母女两个人心里没有隔阂了 小说结尾的时候呢 母亲就提出 她说 我要跟你用一个茶缸子 我要穿你拖鞋 我记得那篇小说 对吧 然后好像还提出 我要用你牙刷 当时 我记得是你吧 就跟我说 茶缸子也就算了 牙刷实在不能接受 怎么能 就算是母女 是啊 就算是母女 你要跟我用一把牙刷 对现代很多 现代生活当中的人来说 无论如何 没有办法接受了 就像这个 颜森回到故乡 人家也是好意啊 表达感谢 我也说不来话 我怎么办呢 我就用最传统的方式 你抽我一袋烟吧 这个方式来表达 但这一袋烟 代表的这个感谢的烟 颜森是抽不来了 就跟 妈的牙刷 我用不来了 这是一样一样的 我觉得 你要执着于牙刷 可不可以共用 这就走偏了 问题是当我们接受了很多现代生活方式的时候 咱们能不能够不要把原本的传统生活方式当中所蕴含的感情 也丧失掉 母亲为什么会提出那么苛刻的要求 她其实是想要让女儿和她一起来体验母女间的深厚的情谊 我们俩轻 我们俩轻我们俩好 我们俩可以不分 那故乡也一样啊 我们在给故乡带来诸多美好的变化 带去极多的便利的同时 当然也是要付点代价的 可是当我们把某些东西放弃掉的时候 当我们把某些东西拒绝掉的时候 咱们能不能够尽可能的保留 那个原本的东西里面有的某些可贵的情谊 因为东西不重要 你要给一棵树 一块石头起什么名都行 但是 在这些个虚名表象底下有一样东西 咱们能不能够不再丧失 这个东西我连名字都讲不出来 这就是这篇文章带给我的很多想法 是没法说清楚的想法 好在咱们节目的时间到这也就算是完了 趁我没时间说了 就算我说清楚了 因为我相信说音机旁的你 大概已经想明白了 好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谢谢两位嘉宾 我们这次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祝听众朋友晚安 再见 再见